男人逃避这五个问题,说明他心里不止你一个女人 很多时候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他会对他很好奇,想要了解他的一切 那些过去的事情和对未来的规划,都是女人想要清清楚楚知道的 男人逃避你这五个问题时,说明他心里不止你一个女人 一,关于前女友的问题 前任的这个话题是每个女人都想知道的,因为爱他,所以不自觉的想要在心里分一个高下 真正爱你的男人,他对前任已经没有感情了,所以可以以很平淡的心来提及 那些对前任避而不谈的男人,一定还是对他念念不忘 二,关于家庭问题 真心对你的男人,他不会对你有丝毫意满 他的家庭,他的圈子,他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对你有所隐瞒 只有不爱你的男人,才不愿意和你谈论他自己的家庭 他从心里觉得那与你无关 三,问他去了哪里 当他彻夜不归的时候,也不打电话告诉你一声 让你很担心他 你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 等到回家的时候,也不告诉你他去了哪里 这样的男人其实心里早已没有了你 他如果还爱你的话,就不会让你这样担心 四,问他钱用到哪里去了 如果他最近的开销莫名其妙的增大 但是又说不出钱去了哪里的时候 你一定要警惕了 他如果问心无愧,就一定能够把钱说出一个来龙去脉 如果他一直躲躲散散,不告诉你,也不把钱给你 那他一定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五,关于未来的问题 如果一个男人,你一和他谈起未来 他就一副逃避的态度,那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可以给你幸福的那个人 他甚至都不想对你们之间的感情负责任 不管你如何暗示,或者明示他,他都像听不懂一样 拒绝和你谈明天 其实他的这个表现已经很明显的说明了 他不爱你,心里不止你 感谢观看